北美高端草本护肤品牌银饰百草日前在梦空间国际会议厅举办了灵运之秀典藏之美新品发布会 1月28日银饰百草灵运之秀典藏之美新品发布会在梦空间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 河道士市长苏王秀兰也出席了活动并为影视百草体验中心总部颁发证书 人的一生之中尤其是我们女性无论环境无论年龄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自强不息 成功没有标准没有终点所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从零开始 那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今天能够站在这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作为一个女性只要自强不息机会永远在你前面 当天的发布会上影视百草创始人影子女士特别向大家分享了影视百草品牌理念和女性创业的心得 她表示成功没有标准也没有终点只要自强不息抓住机遇一定能开启自己的视野 为了鼓励和帮助更多的女性创业影视百草还推出了助力女性创业项目 那我更希望说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在给很多的女性带来美的同时 也可以让很多的女性有更有自信来传递美表达美 希望有更多有致力于自主创业的女性爱美的女性 希望在美容行业里面拥有自己一片天地的女性都可以加入我们 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我们的助力女性创业的项目 秉承着承载汉方草本精髓 传递东方美颜智慧的品牌使命 影视百草从2017年在北美正式上架 作为北美首款通过FDA工厂认证 并在美国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现代中草药护肤品牌 影视百草致力于创造天然安全高效的中草药护肤产品 据介绍影视百草专利配方中的核心 蕴含多重生物活性成分 能高效的抑制自由基 降低若氨酸美的活性 有效改善面部肌肤微循环 加速皮肤新陈代谢 消除面部肌肤色素沉着 提高肌肤活力与自愈能力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孙房思达 洛杉矶报道